談談航運相關的股份 梁小姐有三隻深水 第一隻是東方海外 再次掩南的股份 一隻是太平洋航運 一隻是1308 我們今天的海豐國際 我們的ET國股推介 各位這三隻對比來說 你怎樣選擇 以及下半年的航運週期 你怎樣看呢 三隻裡面 我都真的比較看好一隻海豐 1308 因為剛才你們推介都講了一些項目 我都很認同 當中譬如說 自由船隊的量不斷擴大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時是全球方面的航運價格 租船的價格都是比較高 所以如果沒有自家船隊 要靠租任任地的船隊 來幫人運東西 變相你其實的margin是會小了 因為租金都是比貴了 另外如果你說海豐都是做一些亞太區市場 那亞太區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什麼呢 本身的貿易量是比較高 就不是太受歐美的高通脹 或者經濟有個明顯放緩的因素去影響 以及之前也都有不少 譬如一些廠 就有可能在中國大陸這邊 就搬了去東南亞國家 變相對海豐來說 在這個region的物流 那個航運都是有利的 所以三隻裏面我會看得比較好 就是海豐 還有短期航運股的表現 都有機會受惠 譬如現在內地的解封 上海疫情是緩和 一些復工復產的概念 短期可能內地的出口數據 會有回升 但是我自己對於這個板塊 就不會說傾向持得太長 因為始終去到下年 一來就說很多新船會投入 就是整體的運力 供應一定會比今年或者去年 會明顯增加 另外也要小心 如果接下來美國那邊 真的擔心有個衰退風險 而且都擔心當地的零售市道是轉差 特別這一陣子見到一些 美國零售股公佈業績 都真的挺頑皮的 如果你說那邊的零售股是差的 特別可能去到今年年尾 一些消費旺季 譬如是Christmas Thanksgiving 會不會都導致一些零售 失去減退 即他們不需要再補那麼多貨 從而就令到內地方面的出口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航運股中長線的角度 我就不敢說看得太好 剛才你也提到海豐 即是航運股當中你最看好 Bill Chan想問你 他說都升了不少 那是否破位呢 他說如果真的聽你說追入的話 買賣策略應該是怎樣 如果你說計算升幅 海豐這一陣子就不算特別多 特別你比316 是不是你316來想想 這一陣子的股價是接連地破頂的 但是隻海豐說 就算這幾天升了一點 但是比起去今年 譬如年頭 或者3月份那些高位 都還差一段距離 3月去最高見過都升了三個多 所以我覺得你說 在一個股價上 近期它的走勢 不是說算升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部署上面可以再看回 比如在上面31元 或者可能再高一點之前 那些高位33元 就做一個中短線的目標 嗯 好啊